113年全中運主題曲 我们的主场让现场气氛 嗨到最高点 台北市政府回归12年再度举办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22项运动项目场地遍布 双北桃园台中与宜然无限市 部分赛事已经提早开跑 出席全国记者会的体育署副署长 方瑞文非常肯定北市府的用心 台北派部长跟郑处长 这边特别谢谢蒋市长 所率领的113年全中运的职委会 我们各部组分成6部22组 在去年5月份 我们职委会成立之后 一直拿不眠不休的精心规划 把我们113年的全中运 各项的比赛都筹办得尽善尽美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这一次北市府特别邀请 奥运全级同牌得主黄晓文 游泳蝶王王冠宏 及东京奥运羽球双打金牌 王麒麟与李洋这四位 过去都曾参加全中运的 国际级好手担任代言人 相信全中运参赛的学生运动好手 未来都有机会能站在世界舞台 成为台湾之光 现场大家看到的我们四位代言人 不管是王冠宏 王晓文 还有我们羽球姐 大家非常喜爱的 王麒麟跟李洋 过去也都是在全中运 所孕育出来的好手 所以我相信 今年在台北市 我们首都所举办的全中运 我相信这当中一定有很多选手 未来会如同我们这四位代言人一样 站上国际的舞台 不管是在亚运 奥运 各个运动赛场上 都能够为国争光 所以我非常期待 也相信 今年全中运 一定是精彩可奇 四位代言人也分享当年参加全中运的心情 并祝福所有参赛选手展现平日苦练成果 创造佳击 我也很幸运的就是在那一年拿下的金牌 对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蓝州国中 对 我还特别去跟本乡街比赛 特别有saddle过 那其实就是 也很荣幸今年能够代表这个台北赛场参加这个代言人 那我也鼓励接下来全地妹们是极佳开赛嘛 也其实就是夺出全力以赴 然后在这次的比赛会场上拿下自己心目中的佳击 因为我觉得全中运对我们来说 在国高中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场赛事 也是一场过程跟一个很大培养我们经验的一场赛事 然后我觉得全中运这场赛事 就是让我们整个不管是团队啊学校教练啊队友 让我们整个凝聚力是可以更在一起 然后共同打拼这一个目标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赛事 我觉得全中对我们来讲 国高中运动员来讲是一个实践梦想的舞台吧 就是凝聚国高中生同才一起努力 希望可以在那边展现最好的自己 然后希望为自己的学校争取荣耀 在国三那年拿到了第一面奖牌 虽然是铜牌 但也很荣幸被我现在的球团选中 然后也开启我之后的职业生涯的道路 然后我也记得我的第一面全中运奖牌 也是12年前在台北市所举办的那一届 所以12年后 也可以很荣幸的成为代言人 我觉得很开心 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 全中运是全国六大重要赛事之一 参与的队职员选手和裁判将近两万三千人 北市府更动员境外名志工协助比赛顺利进行 而除了运动竞赛外 今年全中运更具有教育意义 我们希望全中运的活动不是只是一个运动会的赛事跟竞技 它要有教育的活动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特别这项活动除了我们的很多的企业行赞助 协助我们孩子之外 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像儿童业 他们也有学习单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全中运的场所去学习 那我们的停课的部分呢 我们的体育课也结合了线上课程 又到现场去 让我们的学习单来认识全中运 包括他赛事的种类 还有呢我们的选手得奖牌的青史及未来的发展等等 都让学生成为学习的这一部分 热爱运动却没有参加过全中运的脚外 也再次为明年登场的双北四中运宣传 强调只要连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赛 与全世界所有热爱运动的朋友同场竞技 我一直很热爱运动 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全中运 也没有办法登上亚奥运 但是我可以参加视状运 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宣传一下 明年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 也将在台北新北举办 至于我要报名参加什么项目 先让我卖一个关子 那我之前是刚好有跟江洪杰 请他来教我几招桌球 那未来不管是极箭 还有国标舞 当然还有一些传统的赛事 之前媒体问我会不会参加田径啊游泳啊 我说这些我已经很拿手的不要参加了 当然冠宏你要参加游泳 你还不符合资格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会有一些影片 这个发布 那也欢迎市民朋友来帮我票选 希望我报名哪一个项目 北市府加油局方面表示 全中运从4月20号起到4月25号为止 欢迎国人到各竞赛场馆观看比赛 为这群台湾体坛的未来之心加油 为让台北敬祝永远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